在伊斯兰教中,邪淫即是一种严重的罪行,包括任何婚姻之外的性行为。 这包括通奸、婚前性行为、婚外情、同性恋行为以及任何形式的非法性交。 此外,根据伊斯兰教法之外,守淫也被视为邪淫的一种形式。 伊斯兰教对于邪淫的定义和处理非常严格。 根据伊斯兰法学,对于成年未婚男女之间的性行为,惩罚通常是编刑或实刑。 对于已婚者的通奸,通常要求有四个见证者作证,否则法则很难执行。 这种严厉的惩罚目的在于维护婚姻的纯洁性和保护家庭的稳定。 伊斯兰教强调婚姻的重要性,认为性行为只能在合法的婚姻关系中进行, 并要求信徒保持清白、贞洁的品德。 因此,伊斯兰教律法对于邪淫行为持续进行着严格的监管和惩罚, 以维护社会的道德秩序和纯洁性。 刑法 difficulty